哈囉 大家好 我是潘昆如 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聊聊 跟寵物有關的話題 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我家的狗狗皮膚很敏感 過敏 然後半紅搔癢 起疹子 脫屑 再不然就是身體會有一些意味 怎麼辦 很困擾 歸類了三個大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什麼 食物 必須要知道你的狗狗 對於什麼樣的食物比較容易過敏 狗狗在不同的年齡層的變化當中 牠們對於肉類蛋白質的消化 是有不同的程度 所以有時候肉類蛋白質過高 其實不管是對牠們的皮膚 對牠們的腸胃 其實都是非常不好 如果你想要測試 牠到底對什麼肉類過敏的話 請選擇帶陰蛋白的飼料 或是帶陰蛋白的鮮食 第二個就是環境清潔很重要 我是每一天都會幫牠們做清潔的動作 如果你沒有每天幫牠們做清潔的話 日積月累 這些派換下來的毛髮跟皮屑上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不好的細菌 危機在牠們的身體上 一直被牠們身體壓著 時間久了就會造成牠們皮膚的敏感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狗狗的身體清潔 這件事情很重要了 毛海是一個過敏肌的毛海 你選擇清潔產品就更為重要了 那今天要來跟牠介紹的就是呢 我給學寶嘟嘟在家使用的這個清潔產品 就是基本和平的洗劑 他們家的東西我也是用了非常的久 然後用完之後我覺得呢 對於牠們皮膚泛紅搔癢 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明顯的改變 已經是用到人類醫美等級的成分 有哪四個呢 神經吸胺 水解紅後把質 雞血草 以及 牛 藍素 首先呢是神經吸胺 神經吸胺這個成分呢 主要是在重建角質層 所以它可以加強肌膚的屁炸 再來是水解紅後把質 那水解紅後把質 它的成分主要的功效是在於 增加這個皮膚的飽水度 因為其實敏感肌的寶貝呢 他們的皮膚狀況 確實可能會比較缺水 那缺水的狀況之下 就會容易搔癢 再來是雞血草 如果你身上是有濕疹的話 它會有持癢的效果 最後就是尿蠻素 尿蠻素呢 它的功效有在於收斂 那他們家的洗劑非常的很特別 它們是兩道洗的概念 所謂的兩道洗就是一洗一戶 第一道先深層清潔 第二道洗呢 其實就是針對它的皮膚狀況 加強防護 首先我先來介紹 它們第一道洗的洗劑 就是做深度 不對不對 不應該講深度清潔 他們家全系列所有的產品 都是低敏低度清潔 因為呢 有時候你用的產品過度深層清潔 反而會造成返效 No.01號這一道深層洗劑 它完全不含起泡劑 它的起泡劑是純植物性的基底的清潔配方 是用什麼呢 是用葡萄糖乾跟椰子做成的清潔成分 所以這個起泡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它裡面還有一個成分是加了喜馬拉雅的鹽液 去做低度的清潔 會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細菌跟黴菌滋生 所以在幫狗狗洗澡的時候 第一道要先做低度的清潔 再來洗完之後呢 再做第二道洗 很多很多不同的品項 可以針對你毛孩的皮膚狀況 去選擇適合你毛孩的第二道洗的清潔劑 N29 N29呢 最主要呢 它就是在於 如果你的毛孩是泛紅 搔牙 甚至可能會有一些小疹子 或者有脱血的狀況的話 會非常適合 那也非常適合我同家小寶寶 阿朱朵的皮膚 除了我上述所講的四個成分 它還會添加了有機如貴 那這個有機如貴是高分子的多糖品 所以呢 它的功效是可以舒緩 修護安撫泛紅搔癢的皮膚 非常非常的好用 狗狗如果有出去散步回來 很多的四主呢 可能會因為沒有時間 大概就是只有把腳擦乾淨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 其實你也可以不用每天洗 兩天至少要幫它清潔一下 它的膠皮板 所謂的清潔是真的要用細劑 幫它做清潔 因為如果你真的只有擦一件事情 那些踩在外面的髒污細菌 其實是沒有辦法完全被擦乾淨的 日積月累 那些細菌擦在裡面擦紅納垢 它們的腳腳就會受不了 所以它就會想要去捲 捲了之後 它就會容易犯紅搔癢 所以原則上 我每兩天只要帶它們出去散步回來 一定腳底板會做一下清潔的動作 要告訴大家 清潔完之後 一定要幫它們的腳底全部吹乾 好嗎 如果狗狗的毛沒有把它吹乾 這讓它自然乾或是硬乾的話 之後它的腳底板就會像起司一樣 它就會想要去捲它的腳底毛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你家裡有寵物有靈感肌的問題 可以從哪一些方面去盡量的幫助它 改善這些問題 選一個好的細菌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在這邊 我們不會照顧 我們在這邊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有剩的 我們會 chief 我們會在那邊 我們會有剩的 我們會在那裡